1834集 百人途猛地打个方向盘 一下右拐便扎进了这条小路上 冲进了雨林当中 只见这条小路是人为开垦出来的一条路 堪堪能够容纳两辆车汇车 因为下雨的缘故 此时的小路已经是泥泞一片 好在林雨他们驾驶的功率强劲的汉马车 除了颠簸一些 并没有妨碍正常行事 夜晚的雨林分外安静 周围除了雨点打在枝叶之上的声音外 没有任何的声音 整个雨林显得静谧深邃 但是林雨和百人途以及餐水员 仍旧是眼神警惕地 扫视着黑漆漆的周围 尤其是随着车子在雨中越走越深了 林雨颈备意识也越来越强 她知道越是安静的环境中 越是蕴藏着巨大的危险 只听到砰的一声 就在这时 窗前突然传来了一阵沉闷的爆香 百人途神色一变 缓缓地点了几脚刹车 将车挺住 回身冲林雨说道 先生 我们的车爆胎了 爆胎了 这车有备用胎吧 赶紧换上 继续走 宗主您在车上待着 我下去换 参水员说完伸手去推车门 但是就在他刚把车门推开的刹那 车门上仿佛被什么东西 瞬间击中一般 砰的一声 传来一声脆响 同时一股巨大的力道 打击在车门上 不好 是子弹 快趴下 百人途急喊一声 一把将副驾驶上的参水员按道 神经百战的他 仅凭听觉就能判断出来 这是子弹打在金属上的声音 林宇文生也是急忙护着肖曼如 俯下身子 心里暗骂不已 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呀 他倒不是担心突然窜出这帮人 能把他们怎么样 他担心的是这帮人 已纠缠 势必就会耽误一些时间 很快车子前方 道路两旁的雨林中 轰鸣之声 窜出两辆绿色的军用部战车 一左一右横着停在路上 同时战车后头 还架着两把重机枪 粗重的枪口 猛地一转 对准了林宇他们所在的汗马车 倘若林宇他们稍有异动 这两把重型武器 马上会把他们连人带车打成筛子 同时步兵车 车顶上一排灯亮了起来 侄子的人睁不开眼 林宇瞥见了眼前的情形之后 脸色也是一变 似乎他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会这么大的手臂 你们是什么人 这时前方的部战车上面传来一声高亢的喊声 为何擅入边防重地 听到对方用的是中文林宇心头一动 好像是自真营地的人 小曼如听到这声喊 她也是神色异袭 小新抬起头来看了一眼 接着兴冲冲地跟林宇说道 果真是自真营地的人 说着肖曼如小心地伸出手将车门推开 呼顶下呼啸着子弹重重地砸击在车门上 发出一声催响 不许动 否则 别怪我们不客气 别开墙 是我 我是和自真的爱人 肖曼如 我昨天还给你们的副官侯泽打过电话 说着肖曼如缓缓地推开车门 率先两只手高举 紧接着跳到车下 冲两辆布战车的士兵大喊道 是我 肖曼如 嫂子 这个时候 步兵车上的人似乎认出了肖曼如 接着 一个身着绿色制服 黑色长筒靴的男子 迅速地从车上跳下来 快步朝着这边跑过来 到了跟前 男子趴地敬了个力 歉意说道 对不起嫂子 我们不知道是你 现在边境形势复杂动荡 我们不得不加强防御 我知道我知道 没关系 你能带我们去营地吗 当然可以 请您上我们的车吧 我让我们的人给您修车 男子说了一声 接着冲车上的人 打了个手势 步兵车上立马跳下两个人 他们快速地朝着这边跑过来 准备帮汉马车换轮胎 加油 走吧 我们跟他们一起走 肖曼如兴冲冲地 跟林宇说道 她正愁 到了前面找不到路呢 没想到现在正好碰到营地的人 林宇摆人图参水员 见状 这才跳下车去 跟着绿色制服的男子 打了个招呼 请跟我来 男子冲他们三个人笑了笑 接着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你是 暗次大队的人 林宇没着急 扫了那男子一眼 有一些防备地问 男子微微一愣 接着点点头说 当然 我们全都是暗次大队的人 那你们 为什么不佩戴绣标呢 林宇扫了一眼 那男子身上的制服 陈生问道 她方才就注意到 那男子的制服上并没有佩戴 暗次大队的对标 哦 边境局势混乱 擅自暴露自己的身份 会让我们的处心更加的危险 男子说着 从左侧的口袋里面 掏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绣标 展示给林宇看 只见袖子上所注视的 正是暗次大队的标识和字样 林宇仔细地伸头看了一眼 男子手中的绣标 接着她点点头 与此同时 她右手猛地攻出 五指成爪 直直地抓向男子胸口 男子面色陡然一变 似乎没想到林宇会突然动手 不过她反应倒也迅速 她没有慌张躲避 而是双臂猛地往上一迎 挟刺了一家 狠狠地 估紧了林宇手臂 同时狠狠地往下一压 牵住了林宇的胳膊 冷声质问 你这是做什么 林宇见状 才淡然一笑 手臂猛然蓄力 用力一抖 瞬间一股巨大的力道 传到了男子双臂上 男子顿时双臂 一阵一麻 身子瞬间弹开 那男子 蹬蹬蹬地往后退了两步 感觉自己的双臂 阵阵发麻 甚至带着隐隐作痛 她脸色大变 没想到林宇竟然如此轻易地 便破解了 他们暗刺大队的 反向琴拿术 她额头上 不由蹭地一下 出了一层冷汗 她满眼颈背地望向林宇 下意识地 想伸手摸自己腰间的手枪 别紧张 别紧张 我只是想试探一下 你到底是不是暗刺大队的人 林宇急忙笑着 冲那男子摆摆手 刚才她突然出手 就是为了试探这男子 会不会暗刺大队 专用的反向琴拿术 从而确定着男子的身份 毕竟他们出来乍到 对这里的情形 形势丝毫不了解 不得不多加防备 萧曼如急忙冲男子解释 对 别紧张 这位是军情处的影铃 何家荣何队长 自己认 何家荣 军情处何家荣 男子听到了这个名字 哗的一下 身子猛的一颤 接着脸色一正 急忙冲后面大喊一声 集合 听到她这话 林雨和萧曼如等人 不由微微已了 有些不明所以 百人图和餐水员 两个人身子骤然收紧 做好了准备出手的准备 后面步兵车上的士兵 听到喊声之后 立马冲了过来 同时准备修轮胎的 两个士兵也赶紧 扔下了手里的活 连同那个男人在内 六个人立马 战成了一排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